嗨 嗨 委員你好 看了您的書然後學習很多 發現資訊世界跟我們現實世界 可能有一些我們所未知的不知的 因為它是一個很特別很公平很透明 非常期待 我覺得那個真的是 古人也寫不出來的一個境界 但是我現在是7點 中間 7點到7點 我很好奇兩個問題 一個是關於今天這個演講 因為其實最近有一些很大場合 也會請您出席 但是你很多時候都是用錄影的方式 我非常好奇是 我們是一家傳統產業 餐飲業的一個集團的一個邀請 然後你今天特別願意親自來到現場 而不是錄影或者是連線視頻 我真的很好奇你來了本現場 你其實也想帶給我們一些什麼 或跟我們交流什麼 這一 part 是我好奇的 第二個問題是坦白講 我們真的是一個傳統產業 我們就是開餐廳客人來吃飯 當然食物是創新最好的觸媒 從這本書我得到這句話我非常感動 我們現在的問題是 我的企業我們現在集團內 也要做一些數位的提升或轉型 這個是一個非常大的體能 有外部的有內部的 那我也面臨一個 例如說可能我們有一個APP 短時間做得不錯 但是我在台灣我沒有 我沒有辦法找到一個可以對標的 的APP 因為其他做得很好 可能是不同 類別的業態的不同的 所以我很想知道委員就是 我們這種企業要轉型 你會不會比我們更有先見之明 有一些guide line可以給我們做一些提醒 然後再來就是 你會接受私人企業的邀請 當作顧問嗎 這是我三個問題 謝謝 OK 非常好的問題 我想我主要來這邊是因為 就是我想聽大家講 就是像大家剛剛提到 現在你們面對數位轉型 而且實際的狀況 那我越多的互動 我就越可能現場來 因為互動的時候 除非是說我們都用VR 都用8K的影音 那這樣確實就是 見面三分清 視訊也有個2.5分 那但是 那但是就是如果 就是沒有那麼高的頻寬的話 那要這樣子雙向的即時互動 並不容易 那我之前會 現在也會啦 就是每個週末都預錄一下 就是下個禮拜要用的致詞 什麼 但是因為沒有互動 他只是要我剪個財 或者是開個場 或怎麼樣 那其實也沒有什麼我聽大家說的這個可能性 那這個時候當然我對我來講 我其實說說真的 大家可能還比較喜歡我預錄 因為預錄的話 他可以調那個放的速度 所以 尤其現在戴口罩 我學到說這個麥克風 抵到下巴就可以講得比較清楚了 那但是我語速快到一個程度的時候 尤其在致詞的時候 還是有可能就是可能坐後排的人 就聽得比較不清楚的情況 那但是我如果是預錄給他的話 他可以放0.75倍 他可以加字幕 他可以加翻譯 手語老師也可以先練習過 他的情況 所以這些都是 我覺得預錄剩餘現場 都很好 因為是prepared speech 大家都知道我要念什麼 那所以還不如就是全部用預錄的 那有些甚至是我不懂的語言 不想說日語 我也可以請我的辦公室外交部那一位 我以為他的日語很好 所以他可以唸一句 然後好像鸚鵡一樣唸一句 後來把它唸的部分都卡掉 然後看起來就好像很流暢的 這段日語之詞 我身上完全不知道我要講什麼 之類的這個情況 對那所以這個方式是不一樣的 這第一部分 那第二部分是說 我覺得這裡面數位轉型 剛剛大概已經講了 就是先求不上身體 就是先去節省彼此的時間 這個是最重要 那你有多的心力 那你再去做品質的提升 再有多的心力 再去做BD 或者是EA結合 或者做就是各方面的連結 那這個次序 我覺得現在在做數位轉型的朋友 有的時候會發現說 他在問的時候 往往問客戶比較多 但是問第一線的就是同仁比較少 也就是說很多的企業 他比較多的是客戶滿意 現在是Customer Success 客戶的成功 有一整套方法論 那但是就是在達成客戶成功的時候 第一線人員 是不是有哪些爆肝的情況 反而比較沒有這個方法論 去了解 那這個在政府裡面 尤其是這樣 因為公務員服務法 連這個勞工都不是 沒有他租成工會 也沒有他集體協商 那甚至跟職務有關的事情 還不能夠用個人的身份 對外去講 所以我們就可以看到PTT的公務員版 大家都要用筆名 或者是說很多那個 我們看到報章雜誌 都是說 這個有某個公務員 某不具名公務員 那個說第一線的狀況 怎麼怎麼辛苦 或者說在PTT上都會說 我昨天做了一個夢 夢裡 夢裡是怎麼樣 然後後來夢就醒了 情況 對那這些就是比較 不正常的樣子 那但是在企業裡面 我想比較沒有公務員服務法 的這個問題 所以我覺得 只要是有興趣 讓第一線的朋友 能夠參與這個 共同創作 我覺得大家應該 都是會很有興趣 來做共同創作的 所以我覺得 就是把你的顧客 變成你的共同創作者 那這個 其實公務員下的班 也是公民嘛 那各位的第一線的員工下的班 也是顧客啊 所以我的意思是說 他們的想法 我覺得也可以多參加 參賽在裡面 這是主要要提醒的 如果要對標的話 就是對到第一線的人員 等等